哈喽 嗨 大家好 我是螺旗 今天我们上山来找一位那个药材 这个药材叫那个蛤马藤 是一种很好的药材 现在去上山找一下 这边发现一个很大这个 就是这种草 你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药材 这个叫蛤蟆藤草 它的叶子成三角形的 这一株应该有好几年了 长得茂盛 现在我们找一下它的根不在哪里吧 现在我们顺着这个藤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它的根 我们今天挖它的根 先把这个杂草砍掉 好 好 他的根在这边 这个就是他的根 这就是他的藤 你看 他的藤在树上 已经往上走了 现在他的根长在这边 长在这个树底下 我们把它挖开来看一下 我们下来看看 你看 把这个藤砍掉吧 你看 很大呀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药材 蛤蟆腾的根 把这个泥土敲掉 它的根啊你看 像鸟窝一样 它这种是有叉叉的 挺大呀这个 你看刚才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藤 就找到这个根了 这个藤这么小你看 它到这个地下就长得这么大 这种蛤蟆腾草效果挺好的 它可以清热解毒嘛 溺水通灵 它可以组织料露感染 还有料露绝食啊 小便不利 肾炎消肿等 像我们感冒发热咳嗽 都可以用这个治疗啊 所以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这种根要拿回去嘛 洗干净 拿去炖水喝就可以了 这种 现在我们把那个草也拿点回去 小时候我们都是拿来做帽子 这种鱼 就这种鱼呢 就这种鱼呢 现在我们来编个草帽 小时候经常这样编 小时候就是去跟小伙伴野战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大的草帽 躲在草丛里面 很好玩 现在再编一个 回味一下童年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要回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